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炒扇丝 或者叫它炒扇糊 那炒扇丝的扇鱼呢 要挑小一点的来划 那以前都是现买现划 然后拿回家后再处理 把肚肠拉掉 里面有一条长长的血块可以留着 很香的 那完全处理好以后呢 一下冲洗 不要一直冲冲冲冲 会把香味冲掉 一般呢买个七八两 就可以炒上满满的一盘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是在我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录的 第一次假他人之手 但是我们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那今天我是总指挥好 膳食洗净后 先切断 长胆随意 一般一吋半左右比较合适 炒味 放少许料酒 老抽上色 盐大约放两三克 糖是盐的双倍 或者更多 最后放一大勺淀粉 接下来就准备起油锅了 油要多火要大 蒜头爆香鲜 油滚了 鹜 盐大 哇 哇 这个就叫奸油扇子 这样翻炒一分钟这样子就可以起锅了 装盘后一定要放一些白胡椒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